这几年我们的博物馆确实在持续审闻 我们的一些热门博物馆出现了一票难求的这么一个情况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 截至到今年的8月底 我们全国正式备案注册的6833家的博物馆 已经接待观众量达到了9.4亿人次 其中暑期的两个月接待的观众量就达到了2.99亿人次 我们在今年的7月1号暑期开始的时候 我们印发了关于做好暑期的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这么一个通知 我们不搞一刀切要求根据各地的实际科学的实施预约机制 据我们统计的全国的6833家博物馆 除了一些热门的博物馆以外 大多数都取消了预约机制 我们现在全国的1662家的等级博物馆 也就是123级的博物馆 有1200家近1200家都进行了延时的服务 延长了我们博物馆的开放时间